环球网军事12月17日报道,俄罗斯国防部东部军区太平洋舰队新闻处12月16日报道称, 俄罗斯与印度举办的因陀罗2018海上军事演习在孟加拉班结束, 在演习过程中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印度海军东部舰队的海军们在实践中, 完善了联合战术机动的技巧,从行进中的邮轮为舰船补充储备, 并对可疑船只进行检查行动,报道称, 俄印海军对海上和空中目标进行了炮击,完成了潜艇搜寻任务, 针对假响敌的潜艇发射式深水炸弹, 对舰在直升机进行了起飞合着陆操演, 在演习结束时,还开展了一场海上遭遇战, 根据报道,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离开印度水局, 并继续完成下一步任务。